你要救好了 到那個民稅到的時候 我們突然接到那個地震指示 然後過一秒鐘 我說快衝 前面就探方的 我們車子衝的時候 有個打死人打到公車的後面 其實昨天晚上 他9點50分的時候 我們有看到工程車在那邊 五地開花 菁英酒店30位 現在都已經他們出來了 說救隊帶我們出來 我舅舅他是 菁英會館那邊的事情 小巴的事情 那台被砸落的是他開的 他那時候當時被砸落的時候 硬開到那個隧道 就是他希望讓那個落石不要掌握他的 4月3日 台灣花蓮發生地震後 在泰魯閣公園內 有民眾因地震被困隧道 4日 隨著救援工作的推進 受困人員陸續被救出 整個救援的工作的話 我們持續的在進行中 收救部分 總共撤離了289位民眾 今天的一個收救的狀況的話 我們的重點就是在我們的 泰魯閣公園 那目前大致上 人員都安全 我們現在已經不能再繼續往前了 現在我們所在的位置 應該是到 泰魯閣公園最深的一個地方 剛才有看到 有相關的這個工職人員進去 進行搶救 空中也有直升飛機 進行勘察 花蓮往北的一個情況 公路段 依然是中斷的一個情況 但是火車情況 台鐵的情況 今天上午已經實現了 進出雙向火車的通行 據花蓮縣消防局工作人員介紹 在受災區域 目前正陸續清理碎石路障 大規模使用器具搜救 暫時尚不具備條件 那目前慢慢的 將路上的一些落石把它清除之後 我們慢慢的挺進到 災區到達現場的時候 我們現場的收救人員 他會將現場的一個狀況 回報給我們指揮中心 那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因為現在整個路面上的一些落石 都蠻嚴重的 那顧慮到最近的一個 餘鎮的一個狀態 可能等比較平靜的時候 才可以大規模的使用器具 來做一個收救